请 在马 过来交钱 慢点 怎么了 我们要过去 废什么话 帮那边交钱 交钱 君爷 我们过路要交什么钱啊 要想过关 先交税钱 税钱 怎么不走了 竹子 这君爷说了 他要收您的过路钱啊 嘿嘿嘿嘿 哎呀 过路钱 你们天天在这儿通 这位君爷 你这收的什么钱 关口要到 过往商旅 一律上交税钱两调 可我们不是商人 为什么还要交税费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只要从我这儿路口过 就得交钱 这大清立国三十余年 怎么没有听过这样的规矩 少给我啰嗦 干吗 干吗 看你像个贵公子模样 两吊钱拿不出来 不想出钱 就别从我这儿过 好 这钱我出 不过你得告诉我 是谁让你们在这儿收钱的 这是我们支县大人的命 你还想怎么着 龙小爹 这一个小小的支县 就敢巧立明目胡乱收费 再大点的官可了得呀 回去告诉你们大人 回去告诉你们大人 就说他头上那顶乌纱帽 很快就要保不住了 知道吗 我们支县大人 朝廷里有人 就你们 算哪根葱啊 我们 我们算 行了 咱先别说了 别耽误了主族的正事 把钱拿过来 这次出去 看来真是出对了 我赶紧 这次来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们呀 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王法 朕自入山西以来 一路所见 民多吉谷 而各地方官各自为政 朕一日行百余礼 竟连狱三处关口 巧立明目收取税费 过往商旅 都被迫缴纳所谓道路修补款项 贪污之风可见一斑 念及民生之苦 朕实不能美 老大 都记下来了吗 放心吧 全记下来了 老大 你觉得 我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吗 你呀 马马虎虎吧 你别生气啊 你之前跟我说的 让我在你面前 不能说假话 只能说真话的 要是你以前这么说的话 可能我还会不高兴 但是现在我不回了 你说得对 我确实 只是一个马马虎虎的皇帝 离一个好皇帝 还差得远呢 天干物造 小心火烛 天干物造 小心火烛 走 你师弟呢 他有点吃耽搁了 要晚点才到 这就是那一号金钥匙 这是我从吴应齐押送的 永利帝遗物当中找到的 只有一副 才能辨别这把金钥匙的真假 但一副回明珠谷清查内奸去了 下月才会回京城和我碰头 这把金钥匙先交给我保管 就在我得手的第二天 吴应齐就将永利帝的遗物 交给书箭保管了 那书箭直接当着我们的面 找出那把金钥匙 挂在自己镜上 贴身保管 只怕书箭做梦也想不到 他拼死保护的这把金钥匙 居然是一般请的钥匙 遇到劫匪的时候 你们也在这 可又发现什么线索 那帮劫匪 很有可能是吴三贵派来的 在出事的头一天晚上 吴三贵派人悄悄找到了吴应齐 紧接着第二天 书箭就遇刺了 石青红率着手下假作抵抗 我和叶石帝自然也不会真的出力 书箭虽然是个好将领 精通兵法 却武功平平 而吴三贵派来的一帮杀手们 各个武功高强 不一会儿 就将书箭带的两百精兵 插得七零八落 看来 吴三贵已经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 否则 不会派人连夜追悔 只可惜 他万万料想不到 我们赶在书箭之前 就已经调包了金钥匙 他们不惜截杀朝廷命官 但了天大的干系 却只找回一把假钥匙 这倒是个好机会 康熙跟吴三贵 本来就彼此猜忌 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激化他们的矛盾 那书箭伤势如何 他一直昏迷不醒 但还强撑着一口气 千万有刘欣 书箭伤势的变化 同时刘欣书婉新是否出现 如果有意外的话 马上联系我们 千万不能让康熙 提前得到消息 我明白 原本你拿到金钥匙 我和叶师弟 就准备趁着给书箭 寻找良药的机会 不辞而别 可如今 出了书婉新这个变故 我们也只能再回到 吴用旗的身边了 辛苦你和叶师弟了 我们这边 就不如你们那边顺利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铜侠 又被人调了包 关于明珠谷的内奸 我和叶师弟也想了很久 却不知该怀疑谁 以后大家行事 要更加谨慎 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 一定要守口如瓶 千万不能让更多的人 知道消息 好 我明白 大师兄 我该赶回去 和叶师弟会合 再一起返回 吴用旗的身边了 以免时清红起一心 樊师妹 叶师弟为什么不来见我 他究竟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 问他 他也没说 他看不知 我 岗子 你都不知 我 你都不知 你都不知 我 我